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帮助我撞头奖 中大奖的滋味 每个人都想尝一尝 这是人之常情 不过 如果长时间 沉溺在这样的想法中 恐怕就不太好咯 今天 我们就透过这张真言 来和大家聊一聊 关于中彩券 这个有趣的话题吧 让我们一起来读真言第十三章 真言第十三章 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 谢慢人不听责备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 奸诈人必遭强暴 紧手口的得饱生命 大张嘴的必至败亡 懒惰人羡慕 却无所得 殷勤人必得风欲 义人恨物谎言 恶人有臭名 且致惭愧 行为正直的 有公义保守 犯罪的 被邪恶倾付 假作富足的 却一无所有 装作穷乏的 却广有财物 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暑假 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 一人的光明亮 二人的灯要熄灭 骄傲直起征进 听劝言的 却有智慧 不劳而得之财 必然消耗 勤劳积蓄的 必见家增 所盼望的持言未得 令人心忧 所愿意的灵道 却是生命术 藐视训言的 自取灭亡 敬畏诫命的 必得善报 智慧人的法则 是生命的泉源 可以使人离开 死亡的网罗 美好的聪明 使人蒙恩 奸诈人的道路 崎岖难行 凡通达人 都凭知识行事 愚昧人 张扬自己的愚昧 坚饿的使者 必献在祸患里 忠性的使臣 乃医人的良药 弃绝管教的 必至贫受入 领受责备的 必得尊荣 所欲的成就 心觉甘甜 远离恶事 为愚昧人所憎悟 与智慧人同行的 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 必受亏损 祸患追赶罪人 义人必得善报 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 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 穷人耕种多得粮食 但因不义有消灭的 不忍用仗打儿子的 是恨恶他 疼爱儿子的 随时管教 义人吃得饱足 恶人度负缺粮 所罗门在第十一节说 不劳而得之财 必然消耗 勤劳积蓄地 必见加增 这是在提醒我们 不劳而获的钱财 很容易就像流水般散尽 相反的 脚踏实地所得来的 会让我们更加珍惜 也更可靠 祝福你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有神的恩宠 努力耕耘的 都不宜丰收 至于采怨的事 就留给其他人去烦恼吧 我们亲爱的祷告 亲爱的爵苏 求你使我有力量 脚踏实地的耕耘 恩典满满的丰收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有丰盛的神与你同在 一切的好处 祂要加倍赐给你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